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发布会的一开始我们特别准备了一段视频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位主创们 关于15年前的那段非常美好的爱情记忆 请看大屏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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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种情况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既然是她自己的那种 魅力 既然能这么包容自己的女朋友 我觉得还蛮 蛮 蛮喜欢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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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的时候导演跟制片人就过来找车太贤 然后车太贤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15年前我们看到车太贤加全智贤是很多影迷心目当中最经典的搭档啊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车太贤加宋茜好像大家也觉得配一脸的感觉 是如何做到无论身边的女友换成谁都能够配一脸这一点的 15年前曾经有优优战刘使得很前提典的优优优莴 优优优战刘词我们和罡音会有一部新型奖剧的表情 芯主持人有优优优秘密合逮方的表情 但现在际里档与表演和相同不同的同意会 有什么比计疘? 比计比较突然今年一个前面是第一家的表情 当时相信那个表情是第一场表情的比方 比特的是我们百分年手是比特特的表情 如果我们很久能表情和这次去合选择 比特これ今天要有一体的表情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表情 她說沒有特別的秘訣 就是15年前我的野蠻女友的時候 是陳志賢跟她的搭檔特別合得來 然後現在呢因為就是宋茜 她這次比陳志賢還要跟她搭得來 所以就是也算是一個秘訣吧 各方面都在升級 其實剛才我們在視頻當中有看到製片人講到說 想去再重新拍 我的新野蠻女友是一個挺難的過程 因為之前的很成功一直在找 能夠超越她的故事 所以不知道對於車太賢來說 這次再次演千年 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壓力在 因為 영상에서 프로듀서님도 15年前 그런 작품을 속편을 찍으시는 데 부담이 많이 됐다고 하는데 차태안 씨는 이번에 다시 견후랑 캐릭터를 연기하시면서 어떤 새로운 느낌이라도 있으셨나요 對於車太賢来說 對於車太賢來說 對於車太賢來說 非常多貧富的 而且這部作品 確實在是比克特利亞斯亞 很好想看見 那些時候 更重要的是 在剛才15年前 再次見到 很高興的 非常感到 而且 超興興奮的 过了15年重新在演千牛这个角色 对他对车菜贤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就是当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也会也有一种感觉会被宋千虐得更狠 但是也是有一种就是15年 过了15年之后能再见 能再一次见到千牛这个角色 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千牛还是那个千牛 但是讲到身边的野蛮女友换人了 而且换人之后是全面升级 所以马上呢让我们欢迎宋千 我们的新野蛮女友来到舞台上 掌声有请宋千 欢迎宋千 先跟所有的媒体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宋千 在我的新野蛮女友里面饰演欣欣 我特别想问一下宋千一个问题 因为我注意到每次只要参加我的新野蛮女友的发布会 你都是酷装出席 是这样虐起千牛来比较得心应手吗 对 比较行动方便一些 那既然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各位主创对于15年前的那个回忆 你还记得自己15年前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什么感觉吗 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 哇 就是怎么可以就是这么野蛮 这么有趣 然后当时也觉得真的是 钱志贤真的好女神啊 为什么要选千牛呢 怎么没有提你身边的赛贤呢 对啊 当时也觉得赛贷贤演的千牛也是真的是 就是好善良 嗯 然后呢 女神也是超级的女神 那你就觉得 又配 但是又觉得 为什么女神会选这么平凡一个男生呢 那你真正的这次要和这个赛贷贤先生来演对手戏的时候 和你小时候印象当中 这个15年前看电影的时候 他的样子有变化吗 你觉得 没有 变得更帅了 对 反而变比15年前变得更帅 再更有魅力了 嗯 那可能随着成长 每个人对于这个爱情也一定会有自己的改变 现在自己真正的要去演这个野蛮女友了 对于野蛮女友这四个字的解读 心理上会发生变化吗 我觉得野蛮女友就是 她野蛮 但是野蛮中又带一些温柔 温柔中带一些野蛮 她野蛮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有理的野蛮 嗯 那相信这一次我的新野蛮女友也一定会留下很多 让我们影迷以后想起来觉得非常经典的画面 那不妨宋倩现在回归到之前小影迷的状态 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15年前 哪一段牵牛被虐的画面是你印象最深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穿高跟鞋那一段吧 对 我觉得就是除了 呃 如果不是真爱的话 我觉得男生不可能就是会这么就是牺牲自己的形象 还有这个就是去穿这高跟鞋 真的吗 换给他 他要求我现在换给他 好好好啊 哈哈 那呃 今天晚上我知道很多媒体老师也会去看我们的首映嘛 不妨请你在这跟我们预测一下 你觉得我的新野蛮女友上映之后 你虐她的哪个桥段会成为经典 跳下来吗 飞机 虐她的那个桥段 我觉得啊 打水板那块 所以现在大家只能听一个大概 用毛巾就是打他那段可能会成为经典 但是我觉得不太会容易让大家去尝试 对 因为太危险了 技术性太高 然后 对 我觉得 嗯 空中那个 从空中跳伞 跳下去那个 我觉得如果是情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哇那其实是挺浪漫的哈 虽然虐 但是也很浪漫 对啊 好 那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跨度15年的爱情记忆 那不妨我们来看一段非常特别的小片 那这个小片呢是我们在街头进行的一些采访 主题就是15年后 你的他还在身边吗 来 请看大屏幕 15年前在老家河北啊 2001年在广东珠海 我是湖南珠州的 陈西 汉州 还在这儿 北京啊 15年前我在中四 我当时我才十 一岁 那个时候十六岁 那时候才六岁 15年前多少 五十一二岁 五十二岁 15岁 还小呢 哇 细胞 这么点 那会上班的呀 天呐 这个时代变化太大了 还有什么是没变的 这个早说呢 一直单身 什么 体重没变 身高没变 没变 性变 没有种过容 算没有变吗 丑呗 一直都这么丑 我们还没离婚 这个没变 没变的老两口吧 都得变吗 我感觉 就从上学了 然后到工作 不想回到家了算吧 这十五年又上班 变成退休了 北京吧 建设变化的特别大 修通 太方便了 当时还是小孩 现在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初恋啊 现在我们俩都在北京啊 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一表的爱你 现在 寻找呢 初恋得从幼儿园算 哎呦 你问我这 看我哪知道 我都是父母播伴的 我初恋 对不起 我没有初恋 暗恋 暗恋的太多了 不计其数 已经忘掉很多了 没有连续 没想人吗 不联系了 也许 他现在是大明星 他叫我这一招 这个 不说 我们离婚十年了 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现在一个人 我只出 我只恋爱了一次 我们就结婚了 你是我 哇 来 欢迎我们的两位主唱 再次回到舞台的中间 刚才这段视频 真的让人感慨良多啊 15年的时间 现在有很多改变了 但是呢 也有很多恒久不变 就像是经典 能够带给大家的 那份感动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赶紧把 我的新野蛮女友的 剧片人 申哲先生 和导演赵根植先生 请到舞台上来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5年之后 如何重现经典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的制片人 因为刚才在视频当中 也有看到 很多人都觉得 15年前的那个爱情回忆 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经典 这么长时间 再把这个续集 搬到舞台上来 这15年当中 是不是筹备的过程 是会非常非常的谨慎 一定要找到一个 更好的故事 一篇에도 얘기가 나오지만 살다 보면 운명이라는 걸 느낄 때가 있습니다 之前也讲过 他觉得有时候 是一个命运 他觉得 他想了一下 为什么 有了15年的时间 去筹备 他觉得有可能是 是为了见到 赵根治导演 还有就是 再次见到 车太贤先生 还有就是 为了再次见到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是为了见到中国的一些影迷们 所以说我们所有中国的影迷 对于15年后 在现经典也是充满了期待 那既然刚才 然后他想要在这边说一下 他几位的名字 如果有在现场的话 我们能不能起来 致意一下 好不好 应该 应该 慎德先生讲到的是 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 谢谢 除外还有好多感谢的人 然后这些人以后再慢慢的告诉大家 谢谢 那我们看到也是 凝聚了慎德先生15年的心血 能够让我们再次看到这不经典 那刚才他也特别讲到了 这15年筹备 这15年的酝酿 为了能够遇到赵根植导演 那赵导 相信很多影迷 对于这部新的野蛮女友呢 也是充满了期待 究竟他会有哪些新鲜感 带给大家 能不能今天 在我们正式首映之前 小小的透露一下 对于这部新鲜感 对于这部新鲜感 这部新鲜感 这部新鲜感 对于这部新鲜感 宋鲜感 也是会比之前的陈志贤更加一个更新版本 然后他是会更野蛮 但是也会更可爱 然后更善良 然后这部我的新野蛮女友里面 主要讲的就是里面还增加了一些 两位的结婚后 婚后的一些趣事 好的 那究竟这些惊喜 能够带给我们观众什么样的感觉 就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当中 一起来感受了 好不好 让我们再次感谢深哲先生 感谢赵根局导演 谢谢两位 请回座 谢谢 好的 现在赶紧来说一说 我们今天发布会的主题 竟然今天我们叫做千里撩夫 撩这个字 现在真的是很红 宋线有向邱太贤解释过 撩是什么意思吗 还没有机会 但是现在我们的翻译 现在正在给他解释 就如果让你来给他解释的话 中文的话 你跟他说一下撩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撩我也不太懂 就是 怎么撩呢 但是你在剧中很会撩啊 听说你有两个绝招 那不是故意撩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在现场既然还有这么多女生 如何撩夫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招 叫做总裁报 既然宋线说 如果用语言解释的话 我不太会讲 那不妨请你用动作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总裁报什么样 总裁报啊 就是 哎呦我 今天衣服我要去那边 帮你拿麦克风吗 这种吧 啊 这叫总裁报啊 对啊 我以为是会给他公主抱起来的样子 呃我劲儿没那么大 但是 总裁报啊 就是这种最近不是总 总流行那种总裁 就是很霸道总裁那种嘛 哦 对 总裁报 就是很霸道 好 对很霸道 来我们给媒体老师一些拍照的时间 好 各位女生们 如果想非常帅气的去撩夫的话 现在宋线正在演示的总裁报 就是大家必学的招式咯 来来来 第一招我们学会了啊 接下来看看第二招 秦爱树 呦 感觉秦爱树 好无助的样子 每次大屏幕出来 不知道自己要背怎么样 对 能帮我拿一下吗 秦爱树 来秦爱树 哦 这样无论有任何的要求 只要使出这招都可以答应 是不是 嗯 但是其实 我记得宋线在这几场 发布会当中都讲过 作为野蛮女友 不能指野蛮 其实生活当中是要有一些小情趣的 对吧 对 在剧中 你一般会设置什么样的小情趣啊 呃 在剧中其实我们情趣很多啊 比如说像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那种就是 呃 coast show 就会去比如说 呃 模仿花样年华啊 还有 比如说各个国家的那种语言 嗯 然后呢 然后装扮也是那样 然后还有食物也是各个国家不同的那种 哎那比如说呃这个模仿经典桥段 你觉得切牛学得最好的是哪一段 或者最难的是哪一段 我觉得最难的 因为其他的只是模仿嘛 然后最难的应该就是有台词的 就是花样年华这一段 花样年华这一段 花样年华它是讲国语还是讲粤语啊 讲就是国语 讲普通话 哦 讲普通话 对对 哦 它真的背了好久 但是就是 呃 记得不是很熟 对 对 车大贤还记得吗 花样年华当中经典的台词 你们在coach show当中 要讲的 我喜欢一个男人 什么 我喜欢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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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坏男人 我是坏男人 我想这什么台词 我喜欢一个男人 OK 好 所以这台词台词对你来说 是不是太难了 中文台词太难了 然后不止是中文 是其他国家的各种台词都特别难 所以车大贤还是挺喜欢那种 不用不用念他背台词的 就是那种凹造型的 就是他最喜欢的那种 哦 既然说到凹造型 今天宋茜有准备两身衣服来凹造型 对不对 对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送上来 而且是很有我们中国传统特色的哈 我们看看 来我们给两位主演一点换装的时间 哇 既然穿上这个 就感觉背景音乐应该马上响起来的感觉 真的穿对了吗 你是不是应该帮你夫君看一下 他穿对了 看 好 现在我们邀请两位 帮我们现场重现一下 你们在家里的时候 是如何来演这些经典桥段的 而且今天 车大贤没有压力哦 因为没台词嘛 是吧 来 现场에서 촬영장의 그런 奥 是不是 这么浪漫的天心 h 我们能稍微的甜蜜一些吗 动作 importantes 这样够甜蜜了吗 够甜蜜 够甜蜜 好 我们三二一吧 定格一下 三 三 他可能手想出来一直都没出来 手 好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准备 ready 好的 谢谢 看到我们的千牛和星星在台上跳起天仙配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画面 我们请两位共一 两位共一 好的 因为除了两位之外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剧中的关键人物也来到了现场 而且会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来增加一点点的小难度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有请美菜来到舞台上 欢迎美菜 欢迎 来也是请美菜先跟我们所有的媒体老师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美菜 我们知道美菜其实在这个剧中也是一个新系千牛哥的女生 那既然是这样的角色每次看到 然后宋倩在虐你的千牛哥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宋倩在虐你的千牛哥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你看宋倩和美菜往台上一站就是两种风格 一种是这种女友力爆棚的 另外一种是这个温温柔柔小女人的 所以千牛15年过去了有想换口味的想法吗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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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得很难 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女生 看看谁 能够把车带鞋拉到自己的身边 好不好 我们的爱情拔河 星星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我说321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麻烦 我们两个是要使劲把它扯过来吗 拿下麦 崩 好 我说321 两个一起开始哦 Ready 我们开始吧 321 应该要挣扎一下吧 好 我们还是定格给美体老师一些拍照的时间 写中我们的爱情拔河究竟 谁会获胜也是需要大家走到电影院当中自己来找答案 好的好的 来来来我们今天还是放过切牛哥吧 人家远道而来 好 那没关系 今天切牛哥 将会一个特别的方式 来送给我们 两位女生 自己新意的礼物 好不好 来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 切牛哥为我们的 两位女生准备的礼物 看来还有好几份 所以我们邀请车太贤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礼物送给谁 什么礼物送给谁 为什么 好不好 我们先请两位李小姐都站到车太贤的身后 好吗 来 请她来分配一下自己的礼物要送给谁 花是给美菜的 为什么给花 是因为美菜比这个花更美 是一本诗经 然后一杯酒 是给我们送钱的 诗是 诗是文 诗是五 所以 诗是五 语 代表着宋谦是文武双全的衣服 文武双全 好 宋谦你接到这样的礼物满意吗 也还算满意吧 不过 花我也想要 没事 后头还有呢 不知道这是送给谁的 这个心里更偏向谁一目了然 后面还有礼物 这是送给谁的 车太前好像不太知道 自己还有这个礼物的样子 这是我准备的 这是给我准备的 应该是要你好好过日子的意思 因为其实在外面干活干不好的话 就在家里面就是导吃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你看 其实我们这每个是有标签的 油 米 盐 这是过日子的嘛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请三位 各自捧上自己的礼物 我们一起来完成一张合影 好吗 看每个人的礼物也都代表着自己角色的性格 和在我们的这个我的新野蛮女友当中的位置 好 来我们先看向中间的摄影师好不好 看向中间 好的 谢谢 谢谢 请我们的李小姐帮三位把礼物先拿到台下去保管一下 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美菜来到我们发布会的现场 谢谢 美菜请回座 我们要请车太贤和宋茜留步 请车太贤和宋茜留步 谢谢 再次掌声感谢美菜 谢谢 好 既然我们的发布会进行到这个时间了 刚才我们的两个女生也进行了爱情拔河 其实从送礼物的环节已经能够看得出 千牛的一些小心翼咯 但是今天马上电影就要上映了 千牛是不是要用自己的方式 来明确地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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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带先用一首歌 哇 下雨了 你看了也会难过 谢谢 哇 我觉得这几句比刚才我是一个坏男人说的好多了 看来是苦苦练习过真的代表心理 其实今天车太贤还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 我是坏男人 我是坏男人 他不是怀男人 他是坏男人 上来的是一个好男人 而且呢 是车太贤的好兄弟 今天要在现场特别来帮他助阵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的神秘嘉宾来到现场 欢迎 哇 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就是王苏龙 小龙 欢迎小龙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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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千牛哥 还有我演完女友 这个既然是助阵的嘉宾 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帮他助阵 其实我今天就想告诉千牛哥 就我很喜欢他的老婆 对 然后 因为我自己有看这部电影嘛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所有看过这个电影的男生 都会爱上千牛哥的老婆 因为他在里面确实非常的可爱 然后又有点任性 所以其实 我这次也有为他们俩准备了一首歌 然后歌的名字也很特别 叫做I Believe 2 这样子 I Believe 2 对 究竟会有哪些2的地方 因为其实这是很经典的一部剧嘛 所以其实 I Believe 2也是跟15年前一样 是同一个作曲人 金老师 然后作诗人变成了一个 我们国内很有名的诗人 叫做扎西拉姆多多 然后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但一定有读过他的诗 就是你见或不见 我都在这里 对的作者 然后很高兴邀请到他来作词这样子 然后今天也是帮千牛哥把这首歌送给宋倩女士 这样子 你是帮千牛哥吗 还是代表你自己啊 同时我自己也很喜欢他老婆了 对 好吧 但是今天既然我们这是一个浪漫的氛围 那最后不妨我们请小龙把这份浪漫传递出来 好不好 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位很年轻非常出色的音乐人 汪苏龙将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全新的音乐作品 我们请车代言和宋倩一起回到座位上 我们一起来欣赏小龙的演唱 好吗 舞台交给小龙 谢谢 你要拥抱一下你最喜欢的老婆吗 不敢 不敢 因为老公还在 渐渐的看不清 我们的距离从此在山南水杯 像你被时间褪去色彩的爱情终于动得很后 却已经失去 为何只看见了你的任性 却始终看不懂你的深情 我以为我爱你 却原来是更爱我自己 破碎的心 虽然痛却终于清醒 You are my melody You are my life 空气中都是你的气息 靠着你的回忆 You are my everything I'm my belief 你的爱会再为我发光 一直相信你也希望 只有一天 你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 为何只看见了你的深情 却始终看不懂你的深情 已失了你的爱 我开始流浪在人海里 你得了自己 也没停止过寻找你 You are my melody You are my life 空气中都是你的气息 都是你的回忆 都是你的回忆 You are my everything And I believe 你的爱会再为我发光 一直相信你也希望 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回到我的世界 曾经错怪的你 曾经错失的情 我会全部保留 我的爱还会再勇往 请你微笑着 我穿越一路风尘问你 Woo 在渴望重新爱 You are my everything And I believe 你的爱不曾真的走远 一直相信你也希望 总有一天 余生的路 我们将一起走完 谢谢 谢谢 谢谢小龙的演唱 大家觉得好听吗 留步留步 一会儿还有很重要的环节 相信小龙刚刚演唱的这首 I believe 2 一定会和15年前的 I believe一样成为经典 那在此呢 也让我们再次把千牛和星星 请到舞台上 好不好 让我们再次欢迎 车太贤 宋茜 欢迎两位 那刚刚小龙也是用歌声 为我们营造出了最浪漫的气氛 来 现在我们要分战营来战一战了 我们请小龙站到车太贤的身边吧 好 好 来 我们请宋茜站到这一侧来 OK 好 因为刚才讲到车太贤 竟然请到了一个驻镇的嘉宾 听说你今天有请到一个而且很厉害哦 就是你的功夫好像都是跟他学了几招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媒体老师也有拍到 今天我们的拳王 邹世明也来到了现场 欢迎邹世明 宋茜 你的招数是和他学的吗 如果你和他学的千牛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对 来 我们请 我们邹世明站到舞台的中间来好不好 这样 那今天我们的两大阵营都在 刚刚小龙是帮车太贤去演唱的主题曲表达了心力 而今天我们的拳王也在现场助阵 我们请工作员布置一下现场好不好 我们来完成今天的主唱合影 欢迎我们的工作员来帮我们布置一下现场 要搭个拳台吗 你有招 要不然你今天交车太贤两招算了 宋茜已经很厉害了 那他在克制我 对 你有什么克制他的招数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然后在对他身边的女人 然后用一颗心去包容他 这就是最厉害的一招 哦 那比如刚才这个宋茜的琴爱手 把你背到后面的时候 邹老师有什么可以化解的办法吗 那就把它转过来把它抱在胸部 哦 我们请你演示一下 车太贤学一下好不好 就一会儿如果有这个琴爱手的话 来来来来 宋茜请你再次使出你的琴爱手 然后看看邹世明如何化解 让车太贤学一学 不太好 我老公在 那要不要车太贤来 OK 车太贤吧 车太贤来吧 琴爱手你看一下怎么化解 这样下次就知道了 我和车太贤喜欢演嘛 这不会场面怪怪的 然后 然后 那么他又变成背琴的人了 就自动的就背过身 把手放到后面了 好 看看 现在后面的就是宋茜 前面的就是车太贤的话 邹老师你应该如何教他们 看拳王有什么化解的招式 哦 哈哈哈哈 哇 sorry sorry 学会了吗 你们两个可以在现场来演示一下了吗 来来试一遍试一遍 我们请邹世明在旁边看一看动作是否标准 绕一下 算了 算了 哦 哇 哈哈哈哈 好的 好的 来 我们请四位站到我们的启动台前 因此同时也让我们再次把美菜请到舞台上来 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导演 把我们的剧片人再次请到舞台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我的仙爷男女友的正式上映 来 我们先请 先请深哲先生和我们的这个导演一起来到舞台上 好 同时我们也有请出品方的各位代表共同登台 有请出品方的各位代表共同登台 四月二十二日 我的新野蛮女友将会正式登陆全国的各大院线 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影迷和我们共同在影乐当中来重现这部经典 来 欢迎我们各位出品方的领导一起来合影 大家请集体看向左边 好的 各位请集体看向右边 请集体看向右边 今天已经是四月十九号了嘛 还有三天的时间 我的新野蛮女友就将正式和大家见面咯 来 小龙提议我们摆一个打拳的动作好不好 既然是野蛮女友嘛 来 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 谢谢大家 请回座 请回座 谢谢 我们请宋建和车太贤留步 再给媒体老师一个拍照的时间 谢谢 谢谢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拳王周世民来到现场 也感谢小龙在现场为大家演唱了这么深情的主题曲 来 我们再请两位给媒体老师一些拍照的时间 我们看看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要设计一个什么pose啊 这也应该是我们电影上映之前的最后一次发布会了 四月二十二号我们就将正式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 来 我们请两位给媒体老师一些拍照的时间 好的 再次感谢车太贤 感谢宋建 也感谢今天来到现场所有的媒体老师 四月二十二号我的新野蛮女友我们电影院见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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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二号各位电影院见